创意无限,超群出众 在Lamcock Master,优廉品质是我们的承诺,让我们深迷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大家好,我是叶宝鑫,这是我的美丽的太太李世敏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檀香爱心福利中心的教育组的义工 一年我们帮忙檀香举办两个活动,第一个就是婚前准备工作坊 第二个是夫妻成长团体 首先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婚前准备工作坊的背景 谭香在1999年已经开始有这个工作坊 其实我觉得这份是很特别的因缘 之前我们两个人只是参与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要结婚啦 所以我们当然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婚姻生活 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去参与 结果参与以后,我们结婚了 我想想,其实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很健康,很有用的活动 为什么我们不要一起把它推广给大家呢 所以之后我们就 其实我们结婚,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开始投入成为工作人员 所以之后呢就一直帮谭香爱心福利中心一直办了有15次到今天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份很难得的因缘 我很同意 谭香爱心福利中心所举办的这个婚前准备工作坊 其实我们的进行方式是用游戏方式来进行 我们所带动的那种课题呢 有包括姻亲关系,沟通,怎样保持两人方面的那种亲密关系 还有两个人怎样有那些独自相处的时间 所以其实是那个内容是很广泛的 并不是说只是要坐在那边听两天的课 其实是很relax,然后我们是以互动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不会觉得很沉闷的 这个活动婚前准备工作坊其实不只是给那些准备结婚的办理来参加 它其实很适合给很多 比如说还在热恋当中的办理 我会更加鼓励你们来参加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你很想知道你另一半 然后通过这些活动 通过我们这整个环节的活动 你会了解到,你会更深一层的了解你的另一半 然后对,我也会很鼓励那些刚刚结婚 可是没有参加过这婚前准备工作坊的办理 你们也可以来参加 其实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环节 我们把它叫做一路走来 一路走来意思就是说 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 有一些是结婚有30年的 有一些结婚是20多年的 有些结婚10多年的 也有一些刚刚新婚不到5年的 他们都会出来跟你分享他们的婚姻生活 他们的经验 点点滴滴,让你更了解说 哦,其实结婚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到时候发生的时候 你就是要这样去处理,这样去解决 并不是说,哦,那个是世界末日了 然后你就会不知所措 对呀 对,对,我很赞同 因为其实我在结婚的时候 我有一大很大 最大的鼓励就是 我的太太跟我的妈妈 是会怎样相处 因为我们打算一起住在一起 而不是分家 而不是搬出去住 在这个环节 我的太太会跟你们分享 她的经验 她本身的经验 她是如何跟我妈妈搞得很好的关系 今天我妈妈是向她问东西 而不是来直接问我的 所以她可以跟你们分享那个经验 其实我们发觉到很多 要结婚的办理 你们都会有这种顾虑 就是你要怎样 那个姻亲关系 你要跟你家伙住 然后你怎样跟她相处 你不用顾虑 你来我们这个活动 我太太会跟你分享 她是如何走过这个 今天我可以跟你讲是 我妈妈每一天 时不时都会在朋友面前站坐 她的媳妇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在这十多次的工作 当工作人员的经验中 我发觉说 很多人很多女孩子 尤其是女孩子 她们都有那种顾虑 为什么我的另一半总是不了解我在讲什么 当我跟她投诉的时候 她就是静静的点头 没有就是坐在一边她也不知道要在做什么 那个女的又很想告诉她 她的那种感觉 可是又希望得到男方的一些回应 可是就是得不到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 我可以讲说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 两性关系中的存在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我们在透过这种工作坊在这样的分享的时候 其实很多我发觉很多女生都觉得 哦原来是这样的可以这样解决的 他们会带了一些好像礼物这样回家 他们会很开心的 通常我们有发觉到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婚前准备工作坊 很多办理都觉得说我都没有打算结婚 为什么我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我觉得我们夫妻俩在我们还没有结婚以前 其实我们已经参加了两个不同宗教所主办的婚前准备工作坊 然后从中我们学到很多 然后我们就直接用在我们的关系 在这十多次的经验中我发觉 学员中呢通常我们问他们 哦你是男方主动来还是女方主动来 通常他们都说是女方主动来 而且是有些是男性被女性拉着来的 所以变成说 女方为什么会有 我发觉到女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那种 那种倾向就是因为 其实女生她们对婚姻抱着一种很大的希望 都希望每个女孩都希望说 哦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 他们是希望通过呢这个婚前准备工作坊呢 帮助他们能够达到他们的愿望 所以通常男性都是这样拉着来 可是过后呢 回馈的时候呢通常我发觉说 男性的回馈其实是非常的不同 我很同意 所以这次我会很鼓励男生 你自动的带你的女朋友来 给他选出你对他的爱意 其实这种工作坊 谈香爱心福利中心一年只办两次 所以非常珍贵的 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 而且通常我们的地点呢 我们没有 通常如果是 那个 夸子大概是十队到十五队之间 我们都会在爱心福利中心举办 如果是多过十五队呢 我们会找一个比较大的场地 我们继续工作坊 去遇到你的选择 有水给我喝的 孩子孩子换尿布你是应该做的 所以变成好像没有那种火花 所以要怎样给那个火花再激发出来呢 其实我们就会透过这个 夫妻成长团体呢 给你们多一点那些 一些广东话叫做 tips 我很呼应做商夫的 如果你真的可以抽空你的时间 你要陪你的妻子一起来 因为如果你来参加 我们这个夫妻成长团体以后 你会了解到 其实你需要做一点点东西罢了 你就会在你的婚姻里面 加了很多热度 就是把它保温起来 你也不需要做很多的改变 来维持这个婚姻的 所以我觉得我会大力鼓励 做丈夫的 如果你真的 真的是爱你的妻子的话 不妨你跟你太太 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 夫妻成长团体 在里面你会写到很多 很简单很简单的做法 怎样把你们的婚姻保温 通常很多人的误解 谭香爱心福利中心 所举办的活动 一定是跟佛教有关 其实不是的 我们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不限制宗教 就是说任何宗教都欢迎 而且呢 我们的那种主要交课 不是交课 那种 sharing的那种媒介语呢 如果是不懂华语的 你也可以参与的 如果你的另一半不懂得华语的话 他会英语 你可以叫他来 因为 I know how to speak to him I can explain to him in English How do I feel as a husband 就是我们夫妻承担团体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在讲 关于强调说分享经验 所以我们会大致上 我们通常是有三对的夫妻 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 然后通常我们会给一个题目 比如说殷亲的关系 然后每一个 每一对夫妇 都会把他们如何 或者是他们所面对 现在所面对的殷亲关系 然后他们如何姐姐分享出来 好让其他的学员 也一起在学习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 也会把我们亲身的体验 亲身的经验 跟他们一起分享 所以我们这个夫妻成长团体 夫妻成长团体的活动 注重在于分享 不是在讲课 而是在你亲身体验的那种分享 对 我们从这些分享中 我们就让那些来参与的人知道说 其实你所面对的问题 并不是只有你面对 别人也在面对着 然后就这样 可能别人用的方法 你觉得适合我用 我可以回去试一试 所以之后可能就这样 你的婚姻生活就可以改善 更加美满了